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芯国际出口科技产品 中芯国际表示 未受到华府正式通知指公司会被制裁 称正持续与美国商务部接触 一封由美国商务部向多间企业发出的信件提到 中芯国际的出口可能被转用于军事最终用途 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倘若实施制裁 中芯国际日后可能难以使用关键美国软件和制造晶片的工具 中芯国际强调 公司与中国军方没有关系 没有为任何军事用户生产产品 据中芯国际表示 他们还没有收到美国政府涉及这一出口限制的官方通知 专家称 这将是美中关系的一个临界点 与美打压TikTok相比 美国此举更有可能招致北京的报复性反应 9月27日 据新浪财经报道 在第四届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尼光南在谈及英伟达对ARM的并购时表示 我相信我们商务部可能会否了这个并购 尼光南称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大架构 一类是英特尔 一类是ARM ARM原来是英国公司 后来日本控股了 现在美国已经拥有了70%的控制权 正在启动并购 如果并购成功了 肯定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他接着表示 所以我相信我们商务部可能会否了这个并购 是不是能够并购成呢 也不知道 总而言之 AMD将来我们也不能很舒服地用 据环球网9月27日最新消息 欧盟委员会日前对媒体表示 已决定就美国科技巨头苹果7月中旬赢得胜诉仪式 再发起上诉 按照该部门的决定 将寻求欧盟普通法院同意爱尔兰政府 对苹果重新收缴130亿欧元 折合约1031亿元人民币税款 据悉 7月15日当天 欧盟常设法院时隔4年后判定 苹果在爱尔兰当地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并非欧盟所言的避税举动 因此 苹果无需补缴130亿欧元税款 更令外界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是 欧盟一直对苹果紧咬着不放 爱尔兰却并不认为苹果的举动有何不妥 在众多跨国巨头眼中 爱尔兰被视作避税天堂般的存在 公开资料显示 爱尔兰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商投资 该国对海外企业设置的税率 据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发布的报告显示 该国每10个新增就业岗位 就有8个来自外国直接投资 其中仅在2019年就有超过700家美企 选择落户爱尔兰 近十年来 这些美国企业累计为当地投入了 4460亿美元 折合约30434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然而欧盟却不会就此 对美国科技巨头善罢甘休 据报道 今年9月21日当天 有外媒爆出 欧盟正谋划出动新招对付这些美企 包括拆解美巨头在欧洲的部分业务 从而削弱其市场垄断地位 另外有关人士透露 欧盟还打算将某些大型科技企业 百分之百排除在单一市场之外 去年7月起 法国率先在全球掀起了 对科技巨头收取数字税的浪潮 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 美国巨头也不得不看其脸色形势 据报道 8月24日当天 知名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 同意向法国缴纳近1亿欧元资金 为该司在2018年以前的会计年度 所欠下的税款以及罚金 据中国官方的最新消息 今年前7个月 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另据欧盟统计局官方的数据 今年前7个月 欧盟27个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额 为3287亿欧元 同比增长2.6% 这一数字比欧美贸易额多出52亿欧元 作为两大主要经济体 中欧贸易额实现正增长 不仅将提振世界贸易恢复的信心 还反映了中国经济影响力在迅速提升 欧盟过去连续15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但同期中国只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二大出口市场 2019年中欧贸易总额7051.1亿美元 同比增长3.4% 如今在疫情冲击全球贸易的背景下 中欧贸易额仍能实现2.6%的增速 实属不易 也说明其实中国与欧盟在贸易上 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扩展空间 此次中国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与中国经济韧性强 经济复苏迅速分不开关系 根据国家日前公布的8月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71亿元 同比增长0.5% 至今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 投资消费出口均已实现正增长 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复苏 增长前景更加可期 相比之下 作为欧盟过去的最大贸易伙伴 美国经济却持续低迷 今年第二季度 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大跌32.9% 创下1945年以来最大跌幅 当地时间9月22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警告称 美国经济复苏的道路仍十分漫长 这次疫情也在促使欧盟愈加重视中国市场 这给双边关系的提升以及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据海外网报道 9月14日 中国与德国欧盟共同举行的视频会议 会议上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 包括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重申年内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同意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和数字领域高层对话机制 欧盟做出当下的选择与美国分不开关系 在欧美分歧不断加大 世界格局愈加分化之际 欧盟面对美国的任性妄为 开始重新寻求调整对外合作关系 过去三年多来 欧美之间局语不断 从伊朗核问题到安全预算问题 从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到数字税 欧盟与美国这对传统伙伴 在安全经贸和国际治理等领域都出现了严重分歧 疫情冲击经济下 欧盟多国经济深陷泥沼 但美国仍在考虑对他国商品收费 今年6月 美国对外发布通知称 正考虑对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进口的 价值约31亿美元商品加收费用 不难看出 欧盟与美国的合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 美国一味追求自我优先 欧盟重新调整对外合作关系 是意料之中的事 据路透社报道 在过去两周内 共有多达约3500间美国企业先后入禀控告美国政府 主要针对美国政府限时兑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报道指出 过去两周起诉华府的约3500间美国公司来自各行各业 包括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 福特汽车 连锁百货集团Target 连锁药房沃尔格林公司 家庭用品及建材企业加德宝 汽车零件制造商德纳公司 服装品牌Ralf Lauren 中国电脑设备生产商联想在美国的分公司 以及包装食品公司Door等 有关诉讼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 点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质疑他们非法将中美贸易战升级 向中国产品实施第三轮和第四轮关税 据报 有关诉讼分为两部分 分别针对清单3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 以及清单4A对1200亿美元商品加征7.5%关税 其中一项诉讼认为 华府原本调查涉及不公平知识产权政策和做法的商品 但不应将加征关税政策扩大至与此没有关系的产品 同时指控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对企业带来冲击 并影响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双边贸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暂未对此置评 世界贸易组织本月15日裁定 美国在贸易战中对中国数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不符合世贸规则 多间美国企业随后便入禀控告华府 指出对中国或加征关税属非法 中国商务部日前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对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外国实体 可视情况限制或禁止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限制或者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投资等 清单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解读称 该规则既不针对特定国家 也不针对特定实体 并强调出台清单规定是既定的工作安排 希望美方能与中方相向而行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协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